這新增的其中有7例的Omicron 哈薩克一路全部都是代表團的嗎 對啊 就是空手道 我剛剛有說過空手道代表團 那其他人的這個基因定序 就是因為他 我們的檢體 因為有的不是都在同一個區域 所以陸續那個檢體會送到我們的 實驗室來做定序 那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些會比較晚到 我們陸續如果出來都會跟 各位說明 想再補充詢問一下 因為哈薩克目前境內 應該是還沒有Omicron的病例 那目前香港跟臺灣 這邊都是Omicron的話 那會覺得會是什麼樣的 原因 是選手之間互相傳染嗎 還是 就是說有關這個地區 他沒有 有通報Omicron 當然有一個是他這個有沒有在檢驗 的這個定序 這個這個這個部分 那另外 因為在空手道的賽事 他是來自各個國家 那尤其是 剛好這段期間是Omicron開始發生的 發生的一個時間喔 那當然是有可能這個各國的選手 那到一起到這個 哈薩克這邊 那互相傳播的 也不一定是在哈薩克那邊有傳染 那這個也不是 當然對於這個 到底他是怎麼傳播的 不是太清楚啦 但是尤其是在整個代表團 那他有可能是在一起 培訓訓練 然後在跟其他的這個選手晉升的一個 一個這個比賽 那這都是有可能造成 傳染的一些因素